大家好 欢迎来到微语看世间 最近美国调查新闻网站拦截者发现 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在悄悄加大力度 遏制它认为危险的言论 美国国土安全部是一个专门打击基地组织 等外国恐怖威胁的反恐组织 由海岸警卫队 移民和规划局 及海关总署等22个联邦机构合并而成 国土安全部的格言是 保卫我们的自由 讽刺的是 随着反恐战争的结束 国土安全部开始转向监控网络安全 到拜登上台后 更是开始监控社交媒体 干涉美国民众的言论自由 但大部分美国民众对此毫不知情 直到今年4月 当国土安全部宣布成立一个新的 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时 它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是干什么的呢? 按照它的定义是旨在监管错误信息、虚假信息 以及所谓威胁美国国家利益的虚假信息 简单的说就是审查控制言论自由 把一切不利于拜登政府的信息屏蔽掉 跟中共国搞的那一套言论审查如出一辙 这对自由社会的人来说简直太荒谬 所以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出台后 拜登政府的奥维尔市的真理部立刻受到广泛的嘲笑和指责 只好暂停计划 并且在几个月内关闭了 但那并不意味着拜登政府对民众的审查就停止了 拦截者的一项调查 从泄密文件、法庭文件和已经公开的政府文件中 获得了数百份国土安全部多年的内部备忘录、电子邮件等 显示国土安全部近年来跟大科技平台 比如推特、脸书等合作 在打击虚假信息的幌子下 审查各种形式的内容 尤其是跟大选舞弊、疫苗等有关的内容 通过对私人社交平台施加压力 政府在利用公权力试图塑造网络话语权 今年5月,正在竞选参议员的密苏里州司法部长埃里克·施密特 提起了一项对拜登政府的诉讼 他认为拜登政府向社交媒体公司施压、审查某些内容 尤其是与疫情有关的报道 他所附的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信息会议纪要和其他记录 显示多个政府机构与社交媒体之间公开勾结 其中包括在疫情初期美国国立卫生院官员 包括福奇和Meta总裁扎克伯格之间的电子邮件 其中涉及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和Meta高管 关于制定内容审核政策的一系列的讨论 我们粗略地查看了一下这些文件 很多是标注机密跟网络安全咨询委员会有关的信息 包括政府部门跟大科技平台的电子网来邮件等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我会把链接放在视频下面的说明中 网络安全咨询委员会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可能还记得2018年 美国几间大公司遭受黑客攻击 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 网络安全和基层设施安全法案 由川普总统签署法案后 国土安全部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 致力于保护关键的国家基础设施 这个部门就是网络安全咨询委员会 CISA 脸书的一份电子邮件显示 从2018年以来大科技平台和美国政府机构 定期举行会议 讨论选举安全以及应对互联网信息操作的方法 大科技平台包括谷歌、脸书、推特、轰迪网、微软、领英等 但成立之初目的还是为了打击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国家散布的虚假信息 2019年国土安全部又创建了一个名为 外国影响和干扰处的独立实体 负责生成有关虚假信息的更详细的情报 专门从事虚假信息分析的员工人数达到15名 根据代理国务卿查德沃夫沃发布的国土威胁评估报告 2020年虚假信息的焦点扩大到包括新冠肺炎 外国影响和干扰处在2020年大选期间开始试运行 当时CISA开始与美国情报界的其他成员合作 如FBI的外国影响特别工作组 司法部的国家安全部门 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 以及全国州务卿协会 全国州选举董事协会等 情报和分析办公室人员参加了每周一次的电话会议 以协调情报界的活动应对与选举有关的虚假信息 2020年大选结束以后 电话会议仍然每两周举行一次 施密特在诉讼中引用的文件披露 在2020年大选期间 政府将许多帖子标记为可疑 其中许多随后被撤下 斯坦福大学选举诚信合作组织2021年的一份报告发现 在近4800个被标记的帖子中 科技平台对其中35%采取了行动 删除标记或者软屏蔽 截至2020年11月 此类删帖的流程 基本上就是州选举官员向CISA报告潜在的虚假信息案例 CISA将其转发给社媒平台 请他们按要求处理 2021年的1月 CISA用错误信息 虚假信息和恶意信息小组取代了反外国影响工作小组 至此 针对外国政府制造的虚假信息的工作 扩大到了针对美国国内 主要是选举诚信 疫苗等方面 拜登上台以后 任命真·伊斯特利为CISA主管 他走马上任以后 明确表示将继续转移CISA的资源 来打击危险信息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 2020年的6月 一份备忘录描述了CISA扩大与科技部门的信息共享的计划 以便识别国内恐怖主义参与者用来煽动针对基础设施 种族或者宗教团体或者个人的暴力行为的虚假信息活动 拜登也将此列为优先事项 CISA监控的范围逐渐扩大到涵盖更多 他们自己认为相当于关键基础设施的主题 而且在不断地扩大打击范围 表面上 一旦CISA通知社交平台有关包含虚假信息的帖子 社交平台就可以独立决定是否删除或者是修改帖子 但实际上 CISA的目标是让平台按照他们的意思做 政府甚至还可以通过特殊的路径进入 直接标记脸书或者Instagram上的内容 埃斯特利在2021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上说 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应该从事与关键基础设施有关的业务 但最关键的基础设施是我们的认知基础设施 因此 我认为建立对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的弹性非常重要 国土安全部2022年4年一度的国土安全审核草案显示 国土安全部将处理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的问题 视为其核心职责的一部分 他指出 虽然反恐仍然是国防部的首要任务 也是最重要的任务 但现在必须适应应网路上传播的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的加剧 在今年3月份的一次会议上 联邦调查局官员劳拉·德姆洛警告说 社交媒体上的颠覆性信息可能会削弱民众对美国政府的支持 根据国土安全部3月份的会议纪要 今年FBI的外国影响特别工作组就有80人的工作是专门对付这类信息 网上的确有很多中共渗透美国释放的虚假信息 也的确在别有用心的挑拨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不满 但拜登政府可能会有意将真正的美国公民的不满 作为外国政府的颠覆性信息处理 联邦调查局一名联合恐怖主义特检部队官员 告诉拦截者 今年他们被从国际恐怖主义部分重新分配到国内恐怖主义部门 去调查美国人 包括反政府的人 他们在网上秘密工作 渗透社交网路聊天室 在线论坛和博客 通过在线论坛 聊天室 公告板 博客 网站 和社交网路检测 进入 拆除和破坏现有的和新兴的所谓恐怖组织 4月 拜登成立了真理部 真理部夭折后并没有就此打住 而是在幕后更加变本加厉地推进其审查范围 今年6月 网路安全咨询委员会成员 包括前推特法律政策负责人加德 华盛顿大学教授凯特辛道起草了一份报告给伊斯特利 呼吁进一步扩大职责范围 塑造信息生态系统 密切监控各种规模的社交媒体平台 主流媒体 有线新闻 超党派媒体 对话广播和其他在线资源 采取措施 制止虚假和误导性信息的传播 重点关注破坏法院等关键民主机构或金融系统 或公共部门等其他部门的信息 CISA的虚假信息工作不但范围很广 而且已经自我完成了从监控到制定指导方针和标准的过程 国土安全部主管 亚利·杭德罗 马约卡斯 向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 暗示CISA的虚假信息工作范围很广 没有一个指导方针确保他们的工作 不侵犯言论自由和隐私权 今年中期选举自然是CISA重点关注的对象 在一份备忘录中 CISA将2022年的方向定为 在中期选举之前 承认CISA对选举过程和程序的教育具有权威地位 今年中期选举红潮汹涌 民主党灰头土脸 因此他们需要吸取教训 为2024年的大选做准备 看来在2024年之前 拜登政府还会利用CISA对不同声音进行打击 1974年在水门事件丑闻之后 颁布的隐私法限制政府 对行使第一修正案权利的美国人进行数据收集 但是该法规保留了 对出于刑事或执法调查目的而收集信息的豁免 拜登的真理部以及司法部就利用这一点 疯狂的侵犯美国人的言论自由 一位FBI的官员感叹 正在发生的对美国人无根据的监控趋势 他说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合法的了 好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